好了各位我們現在人是在那個目前洛杉磯現場的後台 然後現在是開放觀眾競場的時間 然後也是允許拍照 所以我們這邊就坐直接錄影 然後這次的場地是搭在機棚的旁邊 然後在畫面上的話會有兩台大電視 可以勾觀眾們去欣賞這次精彩的比賽 好在旁邊呢這應該是簽名的地方 有六個位置應該是可以選手做使用的 The world needs heroes, are you with us? Yes, of course 然後還有在地的美國地主隊加油團 全身都背著美國國旗 這麼厲害 然後呢這一尊閃光雕像 是從美國暴雪的內幕搬出來的 它原本是擺在美國暴雪 那個 Operwatch 場地的一樓 然後這尊會搬到比賽會場 去年在Breeze Hong的時候 他們也有搬到Breeze Hong的現場 然後現場的話 美國暴雪原本的那一尊 他們就用一隻小閃光代替 然後就讓人覺得很好笑 客人覺得能容納下的比賽 你能容納下的比賽 關在人員大概只有 400到500人 並沒有想像中的多啦 應該是因為場地不好走的關係 那我覺得之後布里加康應該會 不會讓人這麼失望 還蠻好奇前面是什麼區的 因為他們剛剛有人在簽名 這個好像是 可以 可以拿一張 可以畫一張畫 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周圍